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单向交流电上 我们已经知道了 它必然会产生一个脉震磁场 这个脉震磁场呢 我们仍然是划到绕组轴线上 我们用B接来表证 对于接收级定子三向绕组来说呢 这三向绕组轴线在空间互乘120度电角度 那这三向定子绕组的轴线和Z一撇 Z二撇绕组线呢 乘一定角度 当B接脉震的话 必然在第一撇 第二撇 第三撇绕组当中呢 会产生感应电动式 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写出这三向定子绕组 它所产生感应电动式的表达式了 实际上呢 跟我们前面讲的发送级定子绕组产生感应电动式呢 是类似的 大家可以自己推导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图 那接收级定子和发送级定子呢 对应相相连 跟我们前面分析的道理呢 实际上是一样的 对应相相连 那么第一撇 它产生感应电动式 由于构成闭合的电路 这样的话呢 就有电流分别流过定子三向绕组 有电流流过 它就会产生磁动式 根据磁罗姆定律 它就会产生磁场 那接收级定子三向绕组当中呢 必然会产生三个分别沿各自绕组线脉震的磁场 同样的问题 三个沿各自绕组线脉震的磁场的合成磁场 方向和位置在哪呢 道理跟我们讲发送级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类似的 对于这个接收级定子来说呢 发送级定子三向绕组呢 相当于接收级定子的负载 如果定子三向绕组结构参数完全相同 那相当于接收级定子绕组呢 接上这个相同的负载阻抗 所以这也是相当于二次测补偿 二次测补偿 我们知道补偿的就是胶轴分量 那么剩下的就是直轴分量 所以直轴分量在哪呢 现在对于相当于贝亚器一次测 它的转子来说呢 这一撇这二撇的它的轴线位置在这个位置 脉震磁场呢 也是沿着它轴线的方向 那我们说相当于贝亚器二次测的 接收级定子绕组来说 它的三向合成磁场在什么位置呢 必然是和B阶平行 方向相反 我们用这个B阶阶呢来表证 这是接收级定子绕组 三个脉震磁场的合成磁场的方向和位置 那么我们再往左边看 我们说当电流从这个O一撇流向第一撇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发送机定子来说呢 电流是从第一流向O 如果电流是从O一撇流向第二撇的话 那对于发送机来说 电流是从第二流向O 如果这边电流是从O一撇流向第三撇的话 那这边的电流是从第三流向O 所以对于发送机定子来说呢 它每一向电流都和这个接收级定子绕组电流呢 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可以推得 对于发送机定子绕组来说呢 它也会产生三个沿各自绕组线脉震的磁场 合成磁场一定是和B阶阶平行方向相反 我们用这个B阶F来表征 那当B阶F如果脉震的话 它是这样的这个位置 它必然对这个发送机转子Z1Z2呢 它会产生影响 这是接收机转子单独立词的情况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发送机和接收机转子 如果同时接到单向交流电子上 这时候整个自整绞绞队 它是如何工作的 按照我们的习惯 仍然是从左往右来分析 首先来看一下发送机 发送机的转子接到单向交流电子上 产生脉震磁场 我们用BF来表征 画到绕组轴线上 接收机转子接到单向交流电子上 产生脉震磁场 我们画到它绕组轴线上 用B阶来表征 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 在BF脉震的情况下 发送机的定子三向绕组呢 会产生三个分别沿 各自绕轴线脉震的磁场 这里呢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那三个脉震磁场 合成磁场方向是什么方向呢 我们也讲过了 它的磁场方向呢 一定是和BF平行 方向相反 我们用BFF来表征 那发送机对接收机的定子 它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们也讲过了 我们说 接收机定子三向绕组呢 它因为也有电流流过 那也会产生三个 沿各自绕绕轴线脉震的磁场 三个脉震磁场 合成磁场方向 什么方向呢 必然和BFF平行 方向和它方向板 我们用BF阶来表征 这时候大家注意 对于接收机来说呢 它的定子会产生一个脉震磁场 BF阶 它的转子呢 有一个脉震磁场 B阶 那当它俩方向不一致 一个是这样的方向 一个是这样的方向的话 不一致会产生什么效果呢 我们说当两个磁场相互作用 这时候呢 就会要产生转距 那转距什么方向呢 由此产生的转距 会对这个接收机转子 产生什么效果呢 大家来看一下这样一个图 这个图呢 代表的就是接收机 中间呢 就是它的转子部分 在这个突击式的转子上呢 有这个单向绕组 给这个单向绕组呢 通以交流点 假设在这一时刻呢 这边绕组的电流呢 是流出的方向 这边呢 是流入的方向 那么 BF阶呢 是这样的方向 B阶呢 是这样的方向 它俩方向不一致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用 左手来判断一下 产生的转距是什么方向 我们说把左手伸出来 那么让这个磁力线呢 去指向掌心 对于这个四指呢 就是电流的方向 大拇指呢 就是它的电磁力 或转距的方向 大家看这边 电流是流出 那么让这个磁力线呢 穿过这个掌心 大拇指呢 就是它的电磁力 或转距的方向 所以我们说这边 我们可以画出它 电磁力或转距的方向 同理呢 电流是流入的方向 那么我们让这个磁场呢 穿过这个手心 大家看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判断出来 这边呢 这个线圈 它的这个电磁力 或者是转距的方向 所以在这个电磁转距作用下呢 那么这个转子呢 就要开始运动 这个转子朝哪儿运动呢 一定是 这个B阶和BF阶 方向一致的位置 就是它的转子的平衡位置 哪儿才是它一致的位置呢 这个转距必然是使 接收级转子呢 这个C2要等于C1 当C2和C1角度相等 也就是B阶和BF阶方向 相同的时候 那么这个位置 就是转子的平衡位置 接收级转子呢 就会停下来 这时候我们说 这一对自整角距呢 就达到了自动整定角度的目的 所以大家看 力气质质能角距呢 起名就是这么来起的 它产生的是转距 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刚才是 从左向右分析的 分析的是 接收级转子 它的运动 那如果说 从右向左分析 接收级会对发送级 产不产生影响呢 这个问题留给大家 以上我们就分析了 力气质质能角距的 基本工作原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